三顾茅庐 三国时期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 他既懂得带兵打仗,又知道怎样治理国家 这个人叫诸葛亮 刘备想 要使诸葛亮来做我的军师多好呀 于是他带着关羽和张飞一起去找诸葛亮 诸葛亮的书童告诉他们 主人出去游玩了,可能十多天都不回来 那我们在这儿等他吧 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们难道什么都不干,就一直等下去吗 刘备听完只好回去了 冬天到了,大雪纷飞 刘备又要去找诸葛亮 火龙先生,我可找到你了 哎呀,你弄错了,我是他的弟弟 原来诸葛亮又出去游玩了 春天来了,刘备决定第三次去找诸葛亮 张飞刷地拽出一根绳子来,说 大哥不用去了,我用这绳子把他绑回来 对卧龙先生要有礼貌,不然的话别跟我去了 刘备第三次来到诸葛亮的家 诸葛亮这次没有外出,可他正在睡午觉 刘备叫关羽和张飞在大门外等候 自己则安静地站在诸葛亮的房间外等他起床 关羽和张飞在外面等了好久也没有动静 跑进去一看,原来诸葛亮还在睡觉 张飞气坏了,大喊 我放火把这房子烧了,看他起不起来 关羽急忙拉住他说 不能这样做,大哥会生气的 很久,诸葛亮终于醒了 刘备向诸葛亮请教如何才能让自己的势力强大起来 诸葛亮说 你可以先攻占西川,再发展力量,最后统一国家 刘备高兴地直拍手,他请诸葛亮帮助自己 我已经习惯了现在的生活,不想离开 请原谅我不能帮你 如果先生不帮我,老百姓们还要受苦啊 诸葛亮被刘备的诚意打动了 赶紧把他扶起来,答应帮他 诸葛亮当了刘备的军师以后 第一仗就打败了曹操派来的一支军队 次和许葛亮 煮一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